我们今天刚刚看到了Chinese Mayor这部纪录片 BBC赞助的纪录片 其实它在国外放映的时候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 然后当然如果大家知道或者不知道 它是去年我们的金马奖的纪录片的得奖片 然后我们很难得今天是请到了我们周浩周导演来 周导演在去年得到了金马奖的纪录片 其实他的前一部片子也是我们金马奖 2014也是金马奖的纪录片 它是两次入围 但是周导演一直都没有机会到台湾来 金马奖颁奖的时候也没有机会来 今天真的很难得司沙龙请到了他 然后跟大家交换他的心得 他过去是我的同业 他在南方周末担任记者 15年前开始拍纪录片 一拍就15年 家作不断了 作品到 然后这个心路过程其实蛮难得 我个人感觉在中国大陆 特别中国大陆 我认为拍纪录片比较辛苦 比我们台湾辛苦多了 他还能够拍出这个片子 还要注意 他不是狗仔 对啊 他跟拍了一个市长 还跟到他把市长都调职了 这个心路里面蛮难得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听他讲 然后我也不要再用太多时间 我们先请周导演 然后待会希望能够留更多时间 让大家发问 好谢谢周导演 我简单的说一说 我为什么要拍纪录片 拍这个片子 我到底想告诉大家什么事情 其实刚才 周导演也说了 好像我们在中国大陆拍片子 好像好难的样子 其实我自己好像 并不这么看吧 好像也没什么困难吧 我说中国 电影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我说从来没有一部影片拍完以后 像伊朗一样的这个人进监狱了 其实我们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去做事情的 就包括像这种题材的影片 也许你在别的国家也不见得能够看到 其实这是一个充满着无限可能的国度吧 在你们隔岸相看的时候 觉得好像那边火烧得好大好大 你们可能很难去理解 而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 特别是记者出身的人来说 其实在里面我们觉得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出品纪录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要拍纪录片 纪录片到底有什么用 其实这个答案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去探究 我认为纪录片还是一种媒介 它是一种人和人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我就把我所经历的一些故事 我所碰到的一些人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种分享它也许会让人和人之间进行融合和沟通 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矛盾 有这么多的冲突战争 其实非常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不理解 我们从来不会静下心来听一下我们对面那个人的声音在说什么 在做这个片子之前我有一个男本 就是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片子 我经常会以一部片子为男本 这个是一个华裔的英国人 糟糕我要想不想名字了 他拍过一个片子叫西藏一年 西藏一年的作者 你帮我网路上查一下 这是一个刘金毕业的中国女人 她在西藏的江支 待了一年的时间 就拍了江支的很多这个喇嘛呀 街头的三轮车夫啊 还有西藏的农民啊 木鸣啊 然后其中拍到的有一些画面 比如说关于西藏的一妻多夫子啊 就是几个兄弟娶一个老婆 这片子最早是在BBC播出了 播出来以后呢 正好那一年西藏动乱 西藏动乱以后呢 这个片子大概就被沉到李长春的作案上去了 李长春是当时中国分管意识形态的国务委员吧 然后她看完这个片子以后 她就会叫CCTV播出 为什么 因为中共一直认为 她在西藏的政策是有一定的宽容度的 她认为西藏是被繁荣的 是繁荣的 是有发展前途的 但是中共一直找不到这么一个理由来 在西方人面前说这句话 她突然间看到这部纪录片以后 她就叫CCTV略有三点的播出了 她认为这部片子是没有替西藏抹灰 也没有替中共抹灰 这个导演后来我见过 他告诉我 达赖喇嘛给他带话 说他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你们大家可以想象吗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媒体 有一个作品 它呈现出来 是被中共 BBC和达赖都认可的 其实我就找到了某一种方向 你们觉得好像这是一个特别荒诞的事情 但真是现实 就是你说什么有可能让这三方坐下来 做一些谈判 好像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种非常好的破冰的作品 它是能够让各个方面对立的一方站起来 坐在那儿去对话 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一种贡献吧 我就以这部片子为 当时跟我的剪辑师制片在交流的时候 我说我要做这么一部片子 我希望它能够达到各个阶级和各个对立面之间的 某种对谈的契机 其实这就是我做这个片子的原因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骂人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骂人不需要 只需要你会骂 你声音闪门大一点 好像你就能压倒对方一样的 那么真正能够让这个世界去融合 我觉得会采用这种方法吧 这种方法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方法 我拍过一 谈另外一个事情 我拍过一部片子 这片子叫书记 是这个片子的1.0版 是我拍过一个县委书记 河南的一个县委书记 在网络上可以看到 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有一段 我在他办公室里面 这里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个片子 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 我在他办公室拍东西 我一个人 我习惯一个人工作 小周你出去一下 我就出去了 摄像机不知道是有意无意的 没有关 这个反正是一个特别纠结的问题 这道德问题我们放后面来讨论 我出去了 出去以后他把他秘书叫进来 秘书叫进来的时候他打开他的抽屉 那个摄像机是在他身后的 他大概掏出大概七八万块钱吧 交给他的秘书 说他马上要被调走 他要被调离了 他说在我走之后 你把这个钱交给纪委 在他离职以后 当时你们可以想象 我晚上回到我住的地方 看见这个片段的时候 他几乎是颠覆了我对这个人的看法 我不知道我下面该怎么去拍这个片子了 一方面你庆幸你能够拍到这样的画面 我在这个片子第一个版制作 这个片子是09年香港电影节首映 在制作那个版子的时候 当时他的位置是在国家信访局的一个 任一个调研员 是任一个官员吗 还是一个副局局的一个官员 在第一次去香港电影节的时候 这个片段我没放进去 因为我总觉得这是我偷拍的一个东西 我要放上去对他的仕途产生影响 我自己可能会特别纠结 我过不了这一关 我没放进去 香港电影节过后不到半年时间 他因行贿受贿罪 被双归了 最后被判七年有期徒刑 在他进监狱以后 我把这个片段放进去了 然后在放到这个片段进去的时候呢 我没有放画面 我把声音放进去了 用了一些电影的处理方法 他在监狱里面坐了四年多五年 又有减刑嘛 他出来了 有一天 胃恰里面他就加我朋友 你们可以想想 当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这要债的人来了吗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看这部片子 你看了吗 他说他看了 我说你怎么评价这个事情 你怎么看我呀 他用了一句话叫做 凡金之人 莫如兄弟 开始我对这句话并不完全地理解 后来我一查 这是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吧 是诗经里面的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当时说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面蛮高兴的 就是他好像并不那么讨厌我 然后最后他还把我当兄弟来看 今天早上吧 我突然间想到这句话 我说我把这句话的前面和后面 都去查一查 勾勾一下 百度一下 看这句话的前面后面是什么东西 这是诗经里面的一句话 他前一句话叫做 唐帝之华 恶不巍巍 凡金之人 莫如兄弟 他的意思就是 就是一种叫唐帝的花 他的花跟其他花不一样 他一个花包上面 他有两片那种叫花恶 就是花上面像叶状的 那个衬托出花的那个东西 这个花他只有两个 这个叫花恶 古人常用这个东西来比喻兄弟 我突然间好像就悟出了一个问题来说 就是为什么我这些采访对象们 他们都能让我去拍摄 其实我们是兄弟 其实我们共同地生活在一片土壤上面 我们唇齿相依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辅车相依的这种感觉 唇寒 怎么说的 唇亡齿寒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的采访对象会让我拍摄 其实我们很容易去把我们的政府 跟普通民众进行对立 其实对立有意思 政府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是共同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有我们所有才有一个国家 才有这个政府 甚至才有这个政党 所以我跟他们是 就存亡子寒 存亡子寒的这么一种 这种 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说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中国的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就是 其实暗流涌动吧 其实各种民间的力量都在 为这个国家的发展 为这个国家的未来 在尽自己的那一份力量 至于这个国家 未来将何去何从 我也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这个国家 众多人合力的一个结果 就我经常开玩笑说 我们不知道星期一的 纳斯达克的收盘指数是多少 那一定是一个 众多人 众多股民叫价的一个结果 其实这就是 我要拍这个片子的原因 也许会拿出来跟大家交流 让大家更多的了解 你们旁边这个巨无霸的邻居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OK 我先说这些